大家好,欢迎来到Q妹频道 科学家估计地球上大约有870万物种 他们认为这些物种中大约有200万是动物 当中有些动物是非常稀有 甚至有动物已经列为绝种动物 再也不会出现在这地球上了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六个近几年绝种的动物 1. 斯皮克斯金刚鹦鹉 斯皮克斯金刚鹦鹉于2019年正式宣布在野外绝种 它原生七夕地是在巴西 巴伊亚洲的汉地岭 非法翻运和森林砍伐是斯皮克斯金刚鹦鹉绝种的原因 如今大约100只斯皮克斯金刚鹦鹉是被人类圈养 巴西政府正式宣布将斯皮克斯金刚鹦鹉重新引入它们的原生气息地 1971年在岛上发现了一只雄性平塔岛岛鹉龟 名叫孤独的乔治 孤独的乔治于2012年6月24日去世 享年大概100岁 巨姓平塔岛鹿龟以随着他的死去而绝种 平塔岛鹿龟以随着他的生气息地是在俄瓜多尔的平塔岛 3. 北非白犀牛 2018年3月最后一头男性北非白犀牛 苏南因健康状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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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 目前北非白犀牛只剩下两头母犀牛 分别是Najin和Fatu 现在正住在肯尼亚的 Old Pizza Conservancy 受到武装警卫的全天后保护 北非白犀牛在2020年被正式宣布为极度冰威动物 北非白犀牛以前在沙哈拉以南的东非和中非的几个国家居住 科学家们正试图利用收获的卵子和冷冻的精子来繁殖北非白犀牛 科学家们已经成功的让14个卵细胞受精 并计划将其放入一头南非白犀牛代孕 西非黑犀牛在2011年正式宣布决种 西非黑犀牛生活在非洲大草原 1900年初期的运动狩猎和亚洲为中亚目的的非法猎取犀牛脚 是他们绝种的原因 在2000年估计只剩下10头犀牛 而在2001年下降到5头 最后一次目击到西非黑犀牛是在2006年 在非洲中西部的科迈龙共和国 5.白鸡海豚 白鸡海豚是一种淡水海豚 于2006年12月被宣布功能性绝种 白鸡生活在中国长江中 在2006年的考察并没有找到白鸡踪影 白鸡海豚的绝种是由污染 过度捕捞 船只交通和水坝造成的 这也造成了长江水产的不可逆转的下降 白鸡海豚最后一次被目击是在2002年 白鸡海豚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灭绝的海豚种类 六 Brembokei melami Brembokei melami是在澳大利亚大宝礁北端的 Brembokei非常发现的一种老鼠 在2015年5月正式宣布绝种 绝种的根本原因是全球变暖 导致海平面上升 导致长潮和汹涌的海水而全体淹没 它是第一个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绝种的哺乳动物 Brembokei melami最后一次被目击是在2009年 以上就是六个近年绝种的动物 如果喜欢请你按赞订阅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